现代生活变化剧烈 对年轻世代挑战极大 没有听过产业故事就勇闯职场 就好比没有地图就展开旅程 期许年轻人能多多认识当代产业人物 从故事中获得启发 顺利展开梦想地图 为自己也为台湾带来更多幸福 以产业故事装备年轻人 红金数位出版五位精彩产业人物传记 用心创新站在世界舞台上 我以一张地图来简单地介绍一下 产业人物这五位产业人物的诞生 1950年的时候 卢志远董事长在广州诞生 他四岁的时候到香港 五岁时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只会说谎谎话 孙宏董事长是1949年 在宜兰出生的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在这边担任教授 那沈光荣董事长是1949年 在云林的董出生的 他在斗南只要大家问起他 很多人都是认识他的 余威宾董事长是1963年在台东诞生 我们的方国建创办人是1952年在台湾出生 不问产业人物诞生了 接下来他们要精彩地做很多事情 那我们先来介绍 卢志远董事长 我非常非常的尊敬卢志远博士 正是他那种为国 为民贡献的心 他在39岁的时候 就是从美国为台湾来主持 国家的次为民计划 其实那个时候 台湾能够给卢董的薪水 比起他在美国 那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可是他一心的 就是想要为国家来做出贡献 1994年 次为民计划衍生成立了世界先进 这个关键就是次为民计划的成功 从此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就追上了世界水准 虽然1999年 世界先进决定放弃了自主低润的开发 让人非常挫折 但是也迎来转机 这一年 卢志远博士和他的伙伴 就创立了心全科技 如今心全科技 已经是半导体大厂 非常非常重要的品质方面的伙伴 许多国际大厂在年度颁发 杰出供应上奖的时候 心全和台积电是平起平坐的 都是得奖者 卢志远博士在1999年 也因为望宏董事长 吴敏秋的慧眼独具 邀请他加入望宏来率领着 做创新研发 所以望宏如今在ROM 还有在NO FLASH 这两大领域 占有世界第一的宝座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许多国际大厂 对于台湾有这样一家公司 有技术又有产品 都是非常非常赞叹的 而且现在望宏在卢总经理的率领下 在存算一体 也就是把储存跟计算结合到一起的 Memory-centric的这个solution当中 做出了很重要的创新 这是一个新的蓝海 卢总市长他在很多很多的荣誉当中 有一个我是想要特别为大家highlight 这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获得的Fedric Phillips Award 这个奖在工程界是号称奥斯卡奖 历年来得奖者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才能够得到这个奖 那我们卢董市长在2012年得到 得奖者呢 其实我只要提一个 大家都知道那个重量 包括是提出摩尔定律的 Golden Moore先生 他也是得奖者 所以我们卢董真的是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 已经是一位非常知名而重要的人物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王立娟女士策划了这本新书 那这本新书呢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想王立娟女士对这本书花了蛮多的精神 她说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年轻人一些 眼界眼光激起年轻人的一些奋斗的意志 我是跟他讲我不敢当啊 我知道这本书一共有五位被这个interview的故事 那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五位朋友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我只不过是里面的一个啊 我想对年轻朋友讲 人生的经验啊 也是非常的不可预测 第一个我们自己在一个怎么样的大时代里面 一个大时代不一样的时候 我想大家的命运啊要奋斗的路径都相差非常的大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寻求一个啊 我们自己了解我们处于一个什么大的时代 那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心我一向没有很大 我是要把自己能够做的事 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啊 尽量做好 也让自己呢 能够找到自己的可以发挥的圈子 跟自己能做事的范围 那就着这个范围呢 好好的去做 那么常常有人说啊 我们规划我们的人生 其实人生是很难规划的 因为这个变化太多了 所以呢 事实上 我的自己的做法是 就是好好的往前面做 那如果准备好了 机会来到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抓住 如果没有准备好 其实可能常常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啊 一直都从门口这个跑过去 我们也抓不住他 那王立均女士自己的奋斗 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跟她认识的 她是电子时报的记者 那个时候 我记得她来跟我谈论 那个时候我们四维米计划 IC 我国金元的制造 与产品工业要怎么走 她极富好奇心与学习的这个能力 非常愿意学习 我常常也是算是一个 还愿意也喜欢教导人的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说我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 不亦乐乎 所以我们就一直讨论他要访问的这个题目嘛 不但对题目本身 对题目的内涵跟深入的都做了很多的探讨 我也因此学到很多 据王立均女士讲 她也学到很多 我想这也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记恋的一个经验 对年轻人呢 你们有什么事情 应该勇敢的提出来 跟能够跟你分享的人呢 做深入的讨论 我想这就是一步一步能够学习 其实每天学习一部分 累积起来啊 你看一年就有365天 其实就可以成长不少 像王立均女士 也建立了她自己的创业的这个天地 现在怨然是一个出版界 非常得到大家这个 称许的一个出版家 那么那我自己这边呢 跟各位同仁 在我的公司里面 在学校里面跟各位同学 在这个各个的讨论的场合 跟各位的同好 我就是非常喜欢跟大家呢 分享我的意见 所以另外一个给大家的劝告 你有什么意见啊 也都拿出来 我们常常讲野人现铺 可能 不见得是什么 自己觉得了不起的意见 可是呢 勇敢的拿出来 说不定也能够 对我们这整个团体 能够有非常好的计划 或者有刺激的作用 那么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的 那个成长 今天 我希望 如果年轻朋友 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甚至我讲也不一定年轻朋友了 我自己看到这本书 我相信我都可以跟另外四位 这个主人公啊 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 所以以我一个 其实老夫也可以学 所以说这本书应该是老少嫌疑啊 我们祝这本书的出版非常成功 也祝这本书真的能够有益于非常多的人 老的少的 凡是看到这本书都能得到激励 得到学习 好 祝这本书成功 祝王永坚女士的这个出版 事业呢 蒸蒸日上 再见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是媒体交流的时间 那我们也看到了 已经有我们一朋友 在讨论区这边进行提问 那我们好名的来请教 那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呢 是华语电台的瑞宁 他想请教的是 卢志源董事长 那想请教呢 1999年创立新权 同时也带领 壮红创新研发 那新权呢 现在在世界有大厂 发的很多的杰出供应商 讲的时候 都跟台积电台说 都是平起零坐 同时获奖 那这对许多人来说呢 相当的陌生 可不可以再跟 我们的这些媒体朋友 再多谈一点点 那另外呢 一个问题就是 望虹无尽在 卑微发行的 记忆体RO 还有NORFLASH 这边是剧世界第一 那未来的一个 记忆体中心 解决方案 会调整哪一些的应用呢 我们请教 董事长 好 谢谢这个媒体的提问 这个不敢当 这个做公司 刚刚我讲过 就是尽量在自己范围内 把品质 要做到最好 得到客户的信任 我想张董事长在台积电 的这个好几次的说明 他们的这个崛起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要得到 custom的trust 所以我们新权的这个logo 也就是我们的slogan 就是 the testing company you can trust 因为我们是做测试 如果客户来你这边 就等于到你这个医院 来做身体检查 他脱光光的 你还看得清清楚楚 你如果不能让这个客户 非常trust的话 他怎么会来你这个公司 做长久的客户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是要掌握 每一个 这个产业 在什么样经营之下 它的特质是什么 那新权就是要有这样一个特质 这样子的话 经营才可以 长久 也才可以掌握到比较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客户 那如果你在观光区卖茶叶蛋 那可能就是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一辈子到黄山只有一次 那这个吃了就走 所以这个经营就不一样的business model 刚刚有一位讲过我们这个business model 大家都获利的model都不一样 这个是我想孙洪孙孙董讲的 那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星权跟台积电 这个营业额跟这个是差了天差地点很大 可是在产业里面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 这个节点都是像一个螺丝钉一样 一个太空船如果一个螺丝钉不请 这个太空船也要出毛病 所以任何一个你做到非常重要的时候 对重大的客户他都是非常care的这一点 所以通常美联的supplier是这个award的时候 这个diamon我最高的奖的时候 不见得是给最大的厂商 是给他觉得在今年对他的这个supply chain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不会让他变成bottleneck的人 来获得 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 这些IC的产商他都要控制这个整个样子supply chain 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如果能够好好的表现 所以也能得到这种奖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记者朋友也是问到望宏的这个 对不起啊 这个我其实我不太想在这个地方吹嘘自己的两个公司 不过你既然问了 我也这个这个照达一下 那望宏在专心就在nonvolatile memory memory有很多种 有dran sran那是volatile memory 如果是flash memory wrong 这是nonvolatile memory 其实我们的这个望宏公司也是一个中型的公司 在半导体也是一个中型的公司 可是一个中型的公司我们在以来也是得怎么样很努力的什么样做技术 要很努力的怎么样扩张我的产能 因为有技术没有产能也是白搞 有产能如果没有技术那就是洪海就是跟人家对就杀到这个这个这个歌喉 所以这两个必须要平衡 所以我们每年在这个研发投资啊 都是大概15个percent 所以如果毛利只有40个percent 我光是研发又去掉15个percent 我剩下25个还有产销管销这些东西弄掉以后 那对这个股东最好有个有个15percent net profit的跟这个这个这个才能回馈支持我的股东啊 对不对 但是研发不能有这样子的投入啊 其实也后继无力 所以这通常是经营上的两栏啊 那那么刚刚我讲 如果你net的operation profit的有个15-20percent 政府还要抽20percent 政府还要拉走20percent 所以我们的股东在通常也非常care EPS是多少 那在一个产业我常常讲 如果你技术能够领先的话 你也就有信心做更大的资本投资 但是如果你这个技术不能够有特色 不能够领先 那你这个资本投资投下去是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半导体是上上下下 通常大家都在好的时候投 投完了以后就要大家一起死 大家一起完蛋 两年后产能开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一起完蛋 除非你有非常有利品的测试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旺宏的技术跟产品 这个特别注重 然后我们自己寻找 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